好 主播觀眾 在中天經歷到了新聞台 被NCC不語換照之後 我們被從52頻道給下架之後 其實在中天綜合台的部分 就提出了變更營運計畫書 希望說是不是能夠在綜合台的一些時段 能夠來製播新聞 但這個部分遭到NCC駁回 因此我們提起了行政訴訟 本來在今天上午10點半的時候 北高雄要做出一審的判決 不過今天遇到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 可以說是在司法界 算是比較少見的一個情況 所以今天目前還不會有直接的宣判結果 目前我們也請律師 直接的來幫我們做一下說明 今天的狀況是怎麼樣 是 因為今天這件本來上個月 已經有所謂的辯論終結了 那今天本來是要宣判 也就是說告訴大家說 是中天贏或是NCC贏 本來今天應該會有結果 但是因為剛剛法官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件案件 他有一些東西可能還沒釐清 那可能要再聽一下雙方的說法 所以因此來就裁定所謂的再開辯論 也就是說雙方要再進行一次公訪 那等聽完之後呢 他才會有一個正式的判決的結果 所以今天的裁定是所謂的再開辯論這樣子 雖然今天沒有一個直接判決結果出來 但其實我們在過去這個開庭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發現說 在法官的部分 似乎對於某一些NCC當初 就是直接的來駁回的一些點 他也是覺得好像有疑慮的態度表現出來 是 這件從一開始 NCC的態度其實就有一點爭議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本件的一個來龍去脈 我簡單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說本件在109年6月的時候 綜合台跟新聞台 有同時提出換照申請 那那個時候因為新聞台還沒有被關台 所以說綜合台就維持一貫的那個做法 他就是提出說 那我們就是自播所謂的 綜藝節目跟戲劇節目 就是提出申請換照 那後來在109年大概12月的時候 綜合台的換照就過了 就是我們可以繼續播那個 綜藝節目跟戲劇節目 但是新聞台的換照並沒有過 那NCC他也在綜合台的換照處分裡面講了說 那之後如果你們綜合台想要播新聞節目的話 要記得提出所謂的營運計畫變更申請 他有這樣提醒我們了 所以我們後續綜合台 也真的按照NCC講的 我們就提出了說好 那我們就綜合台以後就一天 可能播個四五個小時的新聞 我們一切都是合法 也按照NCC講的 結果NCC的說法是什麼呢 他說不對 你們是故意不再換照的時候提出來 說你們要播新聞 你們是等到換照結束之後 你們才講說我們要播新聞 所以你們顯然是在故意規避換照的審查 這個邏輯我想大家應該聽了都是滿頭問號吧 話都你在講 對啊是你告訴我們說要播新聞可以來申請 那我們也真的去申請 結果反而講說你們是之前故意不申請 對啊所以這個邏輯 第一個這個邏輯本身就是有一定程度的問題 第二個是說他們駁回的一些實體理由 包括第一個 他們當初在做成綜合台換照的時候 他們其實有提出一些負擔跟要求 因為當時綜合台只有播戲劇跟綜藝節目 所以他們就要求說你們的經費 每年投入的經費不得低於多少錢 那你們的時數不可以低於多少 那這些都是針對當時舊的營運計畫 量身打造的要求 那我們現在就是按照法律 我們要去變更這個舊的營運計畫 我們除了戲劇跟綜藝之外 我們還要再加入新聞節目 那你NCC你是不是應該要針對這個新的營運計畫 去提出新的負擔跟要求才對 才符合所謂的個案正義 但NCC沒有 他直接講說你們的這個新營運計畫 就是不符合這個舊營運計畫的要求嘛 那大家應該就聽出這個邏輯的問題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變更這個營運計畫 那你怎麼會講說我們新的不符合舊的要求 就有點類似說拿明朝的建展清朝的官的意思 這個是NCC第一個理由 我們覺得說比較說不過去的地方 再來第二個是 他們又用所謂的大股東不當干預這個理由 因為在新聞臺 其實當初新聞臺換照美國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說 因為你大股東會不當干預新聞 那現在綜合臺一樣 他就講說那你一樣 你未來自播的新聞 會有大股東不當干預的問題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在全世界幾乎所有的民主國家裡面 有個概念叫做言論自由的事前審查 就是說今天我要講什麼話 我要播什麼新聞 我要或者是我要出書 我要幹嘛 我要發表什麼言論的時候 國家可以先四千審查你的言論 然後再決定說你要不要發表 這個幾乎在所有的民主國家 都是被嚴重禁止的 因為他會嚴重侵害所謂的那個言論自由 但是這一件他不是先審查我們的內容 這件綜合臺的新聞是連做都還沒做 我們連做都還沒做 他就直接講說你不用做了 反正你之後的新聞 你也是會有大股東不當干預的問題 所以你一天四個小時五個小時 一個禮拜可能二十幾個小時 全部的新聞都會有問題 他們現在邏輯就是這樣 等於說用一種預測的方式 為審先判有沒有 這樣子第一個就是說 非常嚴重侵害我們的自由 第二個是所謂的法律 其實有一種叫做事後審查 當時我們其實中天也被裁罰了一系列的案子 這些都是等到你的新聞播出 之後你的問題 其實你就可以用事後審查 去說你哪一則新聞有問題 那我針對這一則新聞去做出裁判 其實法律都有相關的規定 而不是說我現在連做都還沒做 就認為說你全部的新聞都有問題 所以這個是我們覺得第二個說不過去的理由 對 是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明確的看得出來 經過律師非常詳盡的說明 整個在NCC對於他們的一些規範上面 形成了一個自我解讀的情況 甚至是架空了法條 甚至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說 很多他的自己的邏輯都在鬼打牆 而且有自相矛盾的情況 所以接下來我們之後也會陸陸續續幫各位觀眾朋友 持續的來監督 所以在現在來說 所有的要捍衛言論自由 要捍衛新聞自由 千萬不要忘記監督的力量奏在中天 也請各位觀眾朋友一定要持續的關注 中天對抗NCC的系列官司 以上呢就是我們現場連線的內容 那我們先把時間換給朋友內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央視聴穿 胡蘿蠅 央視聴積